美国大西北总商会成立六周年庆典即春节联欢晚会 1月7日在圣代博半岛酒店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足领馆副总领事李春林 乔务领事安明栓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洛杉矶郡长凯瑟琳八格的代表吴中国 圣代博士市长丁严瑜 钻石坝市市长周伯华 亚凯迪亚市首席 为华裔市议员王爱琳等民选官员 以及南加州各大乔团的乔领三百多人 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李春林副总领事代表总领馆致辞 高度评价了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成立六年来的所取得的成绩 六年多来 大西北总商会秉持创会宗旨 致力推动中美经贸 科技 文化 教育交流合作 增进中美民间友好往来 关心祖国发展 支持家乡建设 热心投入公益活动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总商会捐赠防疫抗疫物资 帮助中国和美国的抗疫 体现了功课时间 守望相助的博大胸怀 他对侨胞们辛勤的付出 以及对总领馆工作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并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向广大侨胞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大西北总商会 在成立的六年多的时间里 会员们在会长的带领下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积极参加这种的慈善活动 特别是在抗疫期间 积极地支持中国和美国的抗疫 特别是商会 还团结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同胞们 积极参加和谐桥社的建设 六年里来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希望总商会的会晤 真正日上 白纸干头更进一步 那么在此也借此机会 向在美国的侨胞们 提前祝新春愉快 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 健健康康 所愿皆得 将丰年会长致辞 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 回顾了美国大西北总商会的发展历程 2016年11月 总商会正式注册 2017年2月召开成立大会 短短六年时间 总商会发展迅速 今天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 和中国大西北 五省等地区设立了30多个分会 3000多名优秀会员企业家 上万名各行各业会员遍布全球 2017年总商会成立初期 组团考察 保问了西北五省 和中国多个省市地区 与各省桥连及多家企业机构 签署了20多份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了6000万美元合同协议 我们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会一如既往地 做好会晤工作 2021年 我们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在1月18号 成功地在Zoom上 云端中召开了换届大会 我被推举为第二届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会长 我非常感到荣幸 一定不会负中望 我们一定要继续做贡献 为中美两国会员 包括我们30多个企业家 会员企业牵线搭桥 资源共享共赢 赵美鑫在致辞表示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为来自中国大西北的乡亲们 搭建了一个平台 组建了一个网络 让大家共享资源 共同发展 特别是总商会 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分会 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为小企业提供资源 这特别重要 方树强 丁炎瑜 张勇 吴中国 王爱琳等登台之词 对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六周年庆典表示祝贺 他们表示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是南加州桥界的重要社团之一 希望总商会 再将封年的领导下 在新的一年 有更大的发展 桥界代表马树荣 林干花 郭颂 关建荣 雄文胜 陆强 庄配源 李鸿良 周德昭 林光 林连连 赵林 林玛丽 林日生 冯军 于清 陆霞 朱俊英 北奥 孙耀宁 陆来宾等也登台送上祝福 江峰年颁赠感谢壮 感谢各大乔团的支持 当晚的节目也非常精彩 包括国乐经典青花词 刘子豪的独唱 《一路上有你》 陈慧碧和李刚的男女生对唱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李维珍 方明迪 廖群的九儿 杨子平的看山看水看中国 Mark的我的中国心 陈慧的游山恋 柳青的黄土高坡 柳青 米家的西口情 陈敏 刘日月的话你等 全美电视台记者 盛代博士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